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澳股美股直通车 我是分析师Coco,今天是2019年12月17日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节目当中介绍了ASX200值得2020年你关注的两只超跌股 分别是AMP和LYC 那幸运的是,节目一出之后,也恰逢美国国防部发布了 关于在美国建立稀土生产厂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那该举动也是自二战之后的曼哈顿计划 美国军方首次发布关于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投资的一个计划 那LYC也有幸作为全球范围内 其中唯一一家的这个除中国地区之外 最大的一个稀土生产商 受此消息影响,LYC在当天的股价也是差不多从$2.15的价格 跳涨至了$2.15,那涨幅也超过了18% 不知道看完上一期的视频的你们 有多少个也是从此次的消息中获利呢 上次的视频之后,我也收到了不少投资者的信息 觉得200只股票当中选这两只股票好像有点少 觉得ASX200有没有除了这上次说的两只股票 还有值得我们2020年值得关注的超跌股 那在今天的视频当中,我再会为大家介绍另外的两只这样的股票 第一只澳洲高品质水果蔬菜种植商,营销商和包装商 Costa Group代号CGC,我们知道澳洲是全世界最大的农业生产和出口国 那它的这个像是肉类羊毛和其他的农作物的生产在全球的出口量 也是排在全球顶尖的一个位置 但是澳洲的农业板块作为2019年因为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 农业板块也是作为2019年整体的澳洲股的板块中表现最差的一只 那CGC,我们知道作为这个水果和生产的这个包装商 它是仅有的目前澳洲农业类的这个板块类的股票 仅有的6家中的一家 它的这个表现呢也是去年最差的一只 下跌幅度从去年年初差不多7块多的价格 掉到目前差不多7块4,2块4左右的价格 下跌幅度超过了66%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只股票如此断崖式的下跌呢 我们可以看到CGC目前是种植主要的产品有种植浆果 像是这个牛油果、蘑菇、柑橘和香蕉类的这个产品 那它所有的这个产品主要消往的地区有欧洲、美国和这个亚洲 也当然包括澳大利亚本地的一些这个水果和生产 和水果和这个超市 那因为持续恶化的干旱天气和炎热的天气 给这个新鲜的农产品造成的这个打击 那包括水果的尺寸和量和产量也有所下滑 这也导致了农产品的价格不得不进一步的下调它的售价 那根据公司目前10月份发布的投资报告来看 CGC预计它在2020年澳洲地区的干旱情况会有所好转 并且摩洛哥地区的农作物周期和季节性也将趋正常 并且公司在10月底发发行的新股增发中 成功的募得了机构资金1.76亿澳元 用于强化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当然我们知道农业木业自古以来都是靠天吃饭 这就是这只股票的风险所在 那不过这家公司也将所有生产的产品的类别 尽大可能的这个分散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目前公司的生产的水果蔬菜产品有 姜果 蘑菇 香蕉 柑橘 番茄 牛油果和葡萄等等 那它的生产场地呢也极大的可能分散和扩散至全球 像澳洲的这个新州和这个摩洛哥和非洲等地区 那它的销售目的地呢 也是尽可能的分散到全球各个的这个州和国家 也是想尽大可能的这个降低单一地区的气候 或者说经济环境的风险 那目前这只股票已经是属于啊 上市以来的这个历史低位 那它能否在2020年重新回到像是18年最高的价格 9块钱的价格呢 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只跟大家介绍的 也是今年下跌了超过50%的金矿股SBM 年初股价的这个价格是在5块钱 目前的价格仅有2块4 要知道今年啊是黄金价格飞涨的一年 从今年年初的1240多 到了曾经最高1550多美金的价格 那么我们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也出过一篇股评报告 成功推荐了另外一只黄金股票 New Creston Mining 当时推荐的时候价格是在25块2 那曾经最高的价格是到了38块多 最近呢 经历了一波回调 价格重新回到28块钱 那在这样子的大环境下 为什么只有这只股票不涨反跌呢 那SBM是一家澳大利亚的金矿生产和勘探公司 目前拥有的是西澳的 Augalia 巴布辛基内亚的 Simbary和加拿大的Atlantic Gold矿区 受西澳的这个矿区通风设备限制的影响 导致该矿区在19年的金矿开采量低于预期 目前公司对于通风管道的这个扩展计划 预计将在明年的三季度完成 那届时该矿区的开采量也有望会回升 并且基于今年下半年 加拿大Atlantic Gold矿区的收购完成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0年生产指引的这个消息影响 该公司有望在明年给SBM新增9万5千至10万5千盎司的黄金产量 那在各个投行给出2020年黄金价格指引 会飞涨至1600美金甚至到1800美金的情况下 那SBM能否止跌反涨呢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